大家好,我是来自于四元中学中三出院班的张岳腾飞同学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《起君入问》 腾朝武则天做皇帝时,任用了一匹库礼 一个叫周姓,另外一个叫莱敬成 有一天,武则天受到一封告密信,说周姓图谋造反 武则天大怒,命莱敬成去审问周姓 莱敬成知道周姓非常狡猾,想了几天,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决定设下一个圈套,让周姓不打自招 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,把周姓请到自己家里来 席间,莱敬成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说 兄弟,我平时办案时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 不知老兄有何妙法 周姓得意的说,这个好伴,你找一个大问,让犯人专进问里 四周用探伙烤热,这样还怕他不招供吗 莱敬成连连点头称是 随机命人抬来一个大问,在四周点上探伙 对周姓说,宫里有人告你谋反,对不起,现在就请老兄自己专问你吧 周姓才知道中了圈套,下了面容土色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,我有罪,我有罪,我招供 后来,人们就用请君入恩这个成语,必须用某人的方式来整治他自己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,感谢大家的聆听,谢谢大家